第一个玩 一定有人给了我们第一个 一只站在长颈鹿鼻子上的火烈鸟感叹道 什么第一个呀 谁给了什么东西吗 你在说什么呀 大伙儿聚在火烈鸟周围 七嘴八舌地问起来 我在说第一个吻 火烈鸟说 一定有人给了我们第一个吻 第一个吻 吻是什么 长颈鹿抬眼问道 吻是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东西哦 它让你觉得好像在飞 它让你的心里暖暖的 它让你浑身痒痒的 就好像有小蝴蝶在你的肚皮上跳舞 它还会让你的心 砰砰乱跳呢 现在来说说你们的第一个吻吧 嗯 我们的第一个吻是这样的 狮子兴奋地跳起来 它的感觉就像在飞 哈哈 这不是吻 这样呢 它让我们暖暖的 扳马棍 哦 这绝对不是吻 那这样呢 长颈鹿脚滴滴地说 它让我们从头养到脚趾头 不 这不是吻 哦 我明白了 吻应该是这样的 它会让我和爸爸笑个不停 小北极熊笑着说 哎 不对 这只是碰碰鼻子而已 小家伙 我知道了 一定是这样的 小象说 我和爸爸妈妈互相丢泥巴玩 特别有趣 好吧 是挺好玩的 可这还不是吻 那 我想 吻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肯定猜对了 骆驼说 这样做会让我们的心 蓬蓬乱跳 浑身软软的 哦 真美好 可这也不是吻 现在我真的很想知道 小鹿说 吻到底是什么呢 谁给了我们第一个吻 我知道 机灵的小猴子在树丛中大声喊道 是妈妈给了我第一个吻 我也把第一个吻给了它 吻就是这样的 小猴子在妈妈的脸上 用力地亲了一下 第一个吻我的人 我吻的第一个人 没 amor 不容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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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尝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